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天才少女安喜盈迎战泰国选手格通 安喜盈最近状态非常好 韩国公开赛已经成功夺冠 安喜盈目前世界排名第四 泰国选手格通世界排名第27 此前双方有过一次交手 格通收获胜利 不过那是青年赛的时候 首局比赛 安喜盈进攻与防守都明显占据优势 21比8 轻松先胜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次局 格通开始反攻 双方相持球增多 比赛后半程 安喜盈逐渐把控局势 占据优势 安喜盈一鼓作气 以21比14锁定胜局 直落两局 总比分2比0击败格通 顺利晋级女单四强大名单 接下来 国语小将王芷怡 迎战新加坡选手杨家敏 双方世界排名相近 王芷怡排名第17 杨家敏世界排名第16 首局比赛 王芷怡以21比13先胜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次局 杨家敏依旧状态一般 王芷怡优势明显 21比13锁定胜局 直落两局 总比分2比0 晋级四强大名单 最后结束的比赛中 和冰交直落两局 以21比9 21比10连胜两局 总比分2比0战胜韩国选手李世言 成功晋级四强大名单 女单半决赛 和冰交迎战东道主名将安喜盈 奥运冠军陈宇飞 迎战队友王芷怡 国瑜女单三人 晋级四强大名单 三人围剿安喜盈 至此 国瑜女单已经提前锁定 一个决赛门票 另一场半决赛 东道主名将 安喜盈迎战和冰交 国瑜女单有望包揽冠亚军 不过安喜盈将是和冰交晋级决赛之路上最强的对手 和冰交将连续抗压 期待 国瑜女将们能够再接再厉 在比赛中展现出最佳状态 再创佳绩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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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